Hello大家好,我是乔首姑娘 我最近新剪了一个发型 然后好像还是有点奇怪的 一下子就把头发剪短了 说回正题 今天这条视频是一条游戏视频 就是我最近一直沉迷于养蛙 那个游戏呢是一个纯日文的游戏 所以我从那个游戏下载到玩到现在 全部都是自己蒙着玩出来的 我发现就是会有很多其他的小仙女 问我说这个游戏看不懂啊 就是什么意思啊,怎么玩啊 然后今天呢我就做一个非常非常非常 基础入门版的这个日语游戏的讲解 然后告诉你这个养蛙到底怎么养 然后首先呢这个游戏叫 反正叫铝什么什么什么 反正翻译成中文应该就是旅行青蛙嘛 然后我们再把它点开 这就是这个游戏的主界面 一进来是他家的院子嘛 然后大家一进来这个院子呢会发现 就是这块是他的房子 然后这边有个池塘 池塘这块土地呢我已经收了 其实这块是会长很多三叶草 三叶草是干啥的呢 三叶草就是你收割了以后你就点它 你点完了以后收割它这块就相当于是你的钱 然后你这个钱呢就是可以买东西用的 这个信箱呢其实很简单 就是它会有的时候有一些消息啊什么的 挖在哪呢挖在这个家里面呢 你点右下角这个房子 就进屋了 今天我们家挖特别的乖 它一直跟家不是看书就是在那写手账吧 粪笔集书的 我给它包里装了好多东西 然后它也不出门 我们家呢就是一个比较简陋的构造 这块有个小桌子这块小椅子它有的时候呢会在这块吃饭 平时呢自己个儿就跟楼上这块打科室看书或者是写东西嘛 然后呢在这个页面呢就是有好几个按钮 具体这个好几个按钮怎么翻译呢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通过探索发现 就是右下角这两个小包包是买东西的商店 在这块你可以发现一点进来 这些都是吃的嘛 它出远门肯定需要吃的 10块的20的50的80的 这边还有更贵的 然后这有什么最贵的应该是这个铃铛 然后这块是可以买布 各种各样的布 然后这个好像是帐篷 还有什么透明的盆子 容器 木头的 这可能是碗 透明的碗 漆 然后木头的 这是灯 灯笼 这应该也是个灯吧 这块呢就是你买这些东西 然后给它装到包里面 它带出去的时候会去不同的地方 然后呢在这个买东西这个界面呢 右上角这块有个铃铛嘛 这块其实是一个抽奖的地儿 我抽过一次 然后奖票不够了 抽奖的这个呢 你就是点一下这个 它就自己赚出来一个球 然后你可以去选 你想要的礼物是什么 它好像是底下写的是 一回需要五个卷嘛 我现在只有四个卷了 就不行了 你买完的东西会在哪呢 你买完的东西会在这 这个蓝色的这个界面 它呢会有什么吃的呀 这块是幸运草 护身符一类的 这底下呢是它带的一些物品 我给它放了一块布 放了一个帐篷 就是你买完的东西呢 它这块会是框框 就是像这样的这种框框 你可以自己去网里面去填东西 看你想给它带走什么 反正这个第一页呢 就是它的一个带走的行李包 这一页呢是桌子 然后呢就是小青蛙 每次出去玩 它可能会给你寄合影写真 然后还会给你带伴手礼 这些东西在哪看呢 如果你是在屋里呢 你可以点这个门帘这一块 然后呢第一个是个书 这个书呢可能是收集一些 比较稀有的物品的这些东西 然后呢 这块呢是它去各地的时候 带回来的一些伴手礼 回在这儿 然后还有呢第二个这个 就像相册了 给你们看 我都挖去过这些地方 这是离家最近的 捞海鲜去了 然后还勾得上了一只蝴蝶 它不知道海鸟跟鱼相爱 只是一场意外吗 它跟小蝴蝶撕混了好几天 给我气的 你看五张照片都是它跟小蝴蝶的 我就想让它跟那个小老鼠在一起 还比较现实对不对 反正这个游戏的逻辑呢 就是特别的简单 你作为一个挖的妈妈 你给它收拾好行李 收拾好行李呢 它自己可能什么时候高兴 它就出去玩了 然后你每天要做的呢 就是除了等它回家 你还要去院子里面 在这块收割一下三叶草 攒点钱 给它回来再买吃的再让它出去玩 就行了 如果你给它的好朋友 什么小蜗牛 还有什么小蜜蜂是不是 给它们一点好吃的或者是礼物呢 它们可能也会给你回报 刚才呢就是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 这个游戏是 就是每个按钮是什么意思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游戏 到底是一个怎么一个玩法 其实是一个比较弱智的养成游戏 但是让万千当妈的操碎了心 好吧 欢迎你也加入我们的 养娃大剧行列里面 如果你觉得这条视频对你有小小小小的帮助呢 欢迎给我一个转评赞 鼻心 想看更多好玩有趣的视频呢 可以关注我的微博 巧手姑娘是仙女 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拜拜